字幕快點擊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個影片要跟大家提醒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現在練的是暗棋 甚至說你想要練新職業 不論是不是暗棋 因為暗棋比較多人變 所以我用他來解釋 那如果你現在有一個角色 在沖等的話 你想要買這個洪棋士團的晉級組了吧 也就是大家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個3000鑽的這個晉級組合包 那你要特別去注意喔 因為它這個畫面上大家可以看到 紅騎士如果是左邊這兩個組合包的話 這兩個是一組就是充等可以說是必買 那上面這個的話如果你有裝備就不用去買 但是除此之外 因為這兩包它沒有辦法讓你快速的升到70級 那如果你想要升到70級的話 你會用什麼方式充等 很多人會看到右邊這個紅騎士團的晉級組合包 然後就給它買下去了 因為它可以購買的等級是65級 那根據測試啊 這兩包這個紅色的這個龍鑽 高級龍鑽弄一弄之後 吃一吃大概在64、65級左右就會全部消耗完 那小編現在這隻角色不是 我現在不是這個 心練的職業 我是先開給大家看 那這個角色是66級 那66級其實就已經可以買這個禮包 因為它65級就可以買了 那這個問題點在於說 你買了這一包之後 其實是無法使用的 如果說你現在等級是將近65 應該說你現在等級是65的話 你買這一包下去是沒有辦法用的 所以講白一點就是你吃了龍鑽 練到65之後你沒有辦法靠這一包去銜接 沒有辦法靠這一包去銜接你的等級 為什麼呢 來我們現在先看到畫面下面這一張圖 紅騎士團的特殊捲軸1到5 然後紅框裡面寫使用等級是70到74級 這個要注意喔使用等級是70到74級喔 然後我們再打開這個道具的這個說明來看 它這裡面雖然說很清楚的跟你說 70到74級的時候無法使用部分商品 但是你都要仔細去看喔 你都要仔細去看你才能知道說 這個捲軸70到74級才可以使用 那雖然說它寫得很清楚 但是因為它65級就把這個商品開賣了 也就是說你買來的時候你只能拿到什麼 你可以拿到這個箱子 來不是這個箱子 來我們看一下 它裡面有這個製作秘笈 這個是你可以用的 然後再來西遊武器的製作秘笈 碎片 這個是你可以用的 你65級到70到69級的99%之前 升級之前你都只能用這兩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要衝等的話請不要 請不要買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在70之前 而且絕對無法幫你衝等 千萬不要來買這個東西 雖然說它說明的很清楚 但是因為它65級在開賣 我再強調喔 它65級在開賣 很多人是誤會的 小編昨天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就有很多人因為看到這個量起來 然後它65級就可以買 然後它就直接買下去了 這個真的要提醒大家 官方的說明寫得很清楚 但是它在這個地方的設定 它不是設定在70級喔 整體來說 它最重要的還是這個 經驗值的卷軸 但是它現在在65級開賣 會讓人家誤解說 是不是我可以衝 65級去銜接喔 所以這個 大家真的要去特別去注意它的這個說明 如果說你真的要衝等的話 請千萬要注意這個 那你的朋友 你的盟友 也想要衝等的話 請把這個影片傳給他們 以免他們好不容易衝到65級了 但是卻發現說 哎呀這個東西它沒有辦法銜接你65到70級之間的這個等級 這個真的特別要去注意 70級以後才可以使用 它這個商品沒有問題 它的設定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 在設定的部分 它會讓玩家誤解以為是65級之後就可以來使用這個東西 好那這個影片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呢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也別忘了按讚加訂閱我們的頻道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